基隆市长的选战竞争也是相当的激烈 平面媒体最新的民调 民进党蔡诗盈获得了33.27%的支持率 领先了国民党谢国良的26.75% 而瑞银猛追谢国良名下公司金流 蔡诗盈跟民进党立院党团在11号的时候 再开记者会及谢国良名下多家公司 如今剩下三家 是因为选举的关系才更换负责人 规避财产申报还有金流不清等问题 对此谢国良办公室怒批说 这是抹黑还有造谣 更要蔡诗盈为近期的乌龙指控来道歉 金融市长选战陷入胶着 民进党联打国民党参选人谢国良 涉嫌洗钱金流不清 11号又召开记者会 指引谢国良挂名的公司更换负责人 是为了规避财产申报 谢国良先生那你是不是为了选举 特别要去隐匿你的财产 他的名下有八间 变成是只有三间公司 你在担心什么 为什么不敢公开 谢国良办公室回击 绿营又在抹黑造谣 民进党日前爆料 谢国良涉入德性证券掏空案 谢国良回应只有没钱的人才要去洗钱 绿委怒批态度相当傲慢 财富的一种歧视 既然你明明清楚 他是犯罪所得 那你何为呢收缩 那后面呢 怎么会去进行使用 你如果说我洗钱 我觉得我绝对不会允许的 我非常快非常快 就会召开一个完整的 一个记者会 然后会把这些东西呢 都说得清清楚楚 双方公房你来我往 根据平面媒体最新民调 蔡世英以33.27% 领先谢国良的26.75% 双方差距6.52个百分点 已经超出误查范围 让蔡世英呈现微服领先 非常感谢基隆市民对我的肯定 我相信基隆市民会看得很清楚 蔡世英是最适合基隆市长的候选人 参考参考就好了 不用太担心 如果你比照讲案输10%的话 我的输的还算少了 民党数字相近 也让参选人们绷紧神经 毕竟选战倒数关键 一举一动都可能影响 投票结果 记得台北综合报道